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后疫情时代人民的生活 已经慢慢的渐入平常的生活 我们就来关心在疫情期间 金融市政府到底做了哪一些市政建设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我们大家来深入了解 来看看防疫新生活下的民生问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市议员张浩和张异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浩和 浩和好 第二位是我们童子伟童义作 小军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童子伟 义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张之豪张义作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疫情期间 其实大家最头痛的 最害怕就是宅宅家 但是却碰上了停水没电的问题 那停水的问题 大家就会想到缺水 你知道吗 基隆市是全台的漏水绿脂罐 到底有多严重呢 要先带大家来看一段片 可以明显看到 路面下的水不断地喷出来 一流在路面上 而这个状况让当地的居民 感到非常的困扰 目前已经先把水关上 等待抢修 但是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用水 要怎么落后 这看拼拼拼 这流到这样会怕死人 这水 这都我们要分摊 这也是流水 流水都我们要分摊 这流多久了 很怕胜 全单性的缺水 我们这里就是浪费水 对不对 都没收两个月了 浪费这家园子在这边 这里啦 这家园子常常泡水 没有泡水 这家园子要修理会 修理会 第二天再修理 这张园子整个都水起来 没水起 不是那民政流下去 水讲流下去 管政流下去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管线老化 然后它爆裂之后 它不一定会从哪边漏 就是它爆裂的地方 它附近的地基 如你所见的这边 几乎都下线掏空了 而针对这个状况 立委蔡西英服务处 跟当地的民意代表 里长 区公所的单位 都来现场关心了解 而关键是 这个道路属于私人所有 所以必须要以专案 或特案的方式 来进行改善处理 目前已经有 类似的成功案例 因此这个社区所面临的困扰 还需要中央跟地方 相关单位一起来努力 像这样的漏水问题 不止出现在这个区域 其实在基隆崎区都有出现的案例 我们要请之豪来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听说在安乐区的基金一路上 也出现这样的类似问题 是 小军 这个其实我们不是 只是一个地方有漏 基金一路最近 是最近的一个案例 大概是在两周前 这个基金一路的 这个400多号前面 它就是 当这个地方是公路总局 已经做好了的一个新的道路的铺设 整个道路现在都是一个路品的状况 品质也非常的好 但是公路总局负责的是路面最顶端的路面 博油里面的RC等等的结构 但是这个底下还有很多其他的管线 包括了水公司的管线 自来水公司这个管线就是 在去年就曾经已经破管一次 然后就让基金一路的前面就是一样 就是像刚才这个大家看到影片里面一样 就是漏水的很严重 最近又来了 最近是另外一个点 它破了一个 也是水管破裂 然后水公司来紧急抢修 原本做好的公路又要给它拆开来 然后再把它补起来 过了一周不到一周 同样的点又再破另外一个管 也就是说水公司来 每一次来就是头痛一筒脚痛一脚 它这个A管破了 它来补A管 然后挖开来 然后补起来 然后隔了一周 B管又破了 同一个地方 它又再来再挖开来 再来补起来 所以说基本上自来水公司 在整个基隆的地底下的这些水管 其实需要一个整体性的体检 但是因为没有 而我们在不同的单位 像是我们基金一路是公务总局所施工的 我们的麦金路就是 示范道路就是市政府的公务处施工 等一下其他的一周也会谈到 不同的区 他们的不同的施工的单位 其实这些不同施工的单位 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状况 不同的计划 跟这个水公司之间的这一些 所谓的沟通或者是彼此之间 这个资讯的流通 其实不见得都一样 而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基隆市 常常会漏水 路面也常常会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说自来水公司 其实需要 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整合 让整个基隆市 所有地底下的管线 尽可能的能够了解到 哪些管线的年限怎么样 使用的状况怎么样 漏水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真的一步一步 彻底的去改善我们的这个漏水问题 对 就是要整合所有的管线 再来进行我们的路面改善 那才是真正的有效制本的方式 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在这一次的防疫期间 我们在基隆庙口 他们就把握这一次难得的修饰机会 自来水公司就进场进行了 老旧管线的怠患工程 将路面全部重新重铺一块来看看 工程人员忙着把道路挖开 准备更换新管 趁着平日总是人潮汹涌的基隆庙口 因为防疫而修饰的难得机会 在水公司地区管理处进场施工 将从1978年就埋设 早已经超过20年使用期限的塑胶输水管 改换成防震性家 能耐用40年的石墨铁柱管 这个基隆庙口这一段的管线 其实我们水公司一直都想 利用机会进来怠患 因为当然生意太好了 所以就一直要等待最好的时机 那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里现在休息 那我们就赶快来协调 那时间控制在 尽量在7到10天内完成 最早最晚的不能超过10天 那这样如果顺利的话 当然我们5天7天完成那是最好的 那希望说对夜市的基隆庙口 这个市场的影响降到最低 对于塑胺水公司进场施工 摊商代表表示赞同 也希望工程能提早完工 经由市员同志委 则争取一并处理人山路这段破损路面 基隆庙口夜市呢 因为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休息过 所以我们自来水公司一直希望 可以在那个自来水的水管这边 做一个更换 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找到一个完全休息的状态 所以我们立即邀请自来水公司 然后来做一个特别 因为那自来水公司同意 他们也非常期待说 希望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来做 然后一次也做庙口路面的跑步 所以一次会完成我们整个路面上面的更新 路面跑出的时候 我本来就知道这路面很烂 我就一直一根式就有 谈这个事情就说 营业的问题 自来水公司早就讲说要做这个 那就做一个一次做完再铺就好 不要说铺就再挖起来 再铺就不浪费那个钱 但是我有跟那个自来水公司要求一点 就是说我要路面铺的力气 则工程预计5月底完成 如果顺利的话希望能提早完工 让重新营业的基隆庙口 以更优质的用餐环境迎接游客的到来 真的就是要全新的环境迎接游客的到来 我们要请同意做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庙口这里的水 还有很多的地下管线 也是重新整合之后 才会有这样全新的局面 我想我们这个基隆庙口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全国知名的这个庙口夜市 所以我们在二三十年来长期都是每天 一年365天 我们庙口是没有任何休息的 除了台风天以外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来更换水管 做这种大型的这个工程工作 所以这一次其实因为利用疫情的空间时间 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 因为庙口漏水率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庙口是非常 它的支管非常多 那我们底下其实都是民国67年埋设的水管 67年拿起来都前几天行政院长来 有看到大家几乎是谷物 然后里面污垢也非常的多 所以有影响到这个卫生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邀请自来水公司 还有五大管线相关单位 还有我们市政府公务处 交通处等等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初我们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直接在隔一个礼拜就马上施工 马上施工完了以后 当然后来又延期 可是庙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案 因为它其实是 第一个 其实在蔡立伟半年前 他就有要求自来水公司要来更换水管 那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基隆漏水率目前是最高的嘛 所以我们半年前 然后庙口的主委说 好 我最多给你三五天 不然要如何 因为半年减波没有疫情这种相关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其实真正找到一次机会 做一个完整的改善 彻底大换 对 水管换新的以后 我们把路面也重新刨铺 刨铺以后 因为工作工程单位 他会把我们的摊贩相关的那个磁砖 不小心会做破损 所以我们这次是连磁砖路面一次都完成 所以庙口仁山路这一段 其实在疫情解封以后 我们全国或是游客或是市民 可以看到说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那包含因为后来我们疫情又加了延长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又把旁边阿华草面这一排 人事路这一排也一次再继续追加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人事路这段 其实也是完工的状态 人事路这边我跟大家说 这庙口旁边都是一个共同的商圈 其实也是完全找不到机会来施作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当选议员的那一年的过年 除夕夜的当天 我跟里长站在人事路 校长站那边不敢回去吃饭 因为那天晚上停水 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因为 过年的时候用水量大 可是人事路的底下 就是我们庙口周边整个市中心的水管 都是非常老旧的状态 然后一直没有机会来做更换 一次更换会影响到非常庞大的交通问题 所以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一年就拜托自来水公司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经费跟计划 还有设计图 把它纳入你们的工程考量范围里面 所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并的把市中心的供水问题解决 然后路面重铺 最重要的是人事路这一排我们还有规划一个停车阁 做重新检讨 如果观众朋友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市中心人事路这一段 其实它的交通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围停问题 车水马龙的 围停问题 车水马龙 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这次有增加了大概也是百分之十的机车停车格 然后把这个人行空间都纳出来 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 是 刚刚利用疫情期间 对 这样真的很好 因为以前走到那里都会觉得很干兴 因为车子就从后面来人车争斗的情况 好 那就是在异座门他们强烈的督促 跟地方民众强烈督促之下呢 真的有诚 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水公司推出了漏水通报平台 亲手写下抓漏高手 拿下漏水通报平台上半年第一名的安乐区永康里里长陈明坤 对于自来水公司方面设立抓漏通报平台 一通报就及时处理的做法非常肯定 节省很多的水 不会让那些水都浪费掉 这个平台效率很快 很快 我们一上了平台之后 拍照了那个漏水的地方 拍照了门牌 赖上去 我们从间叙述这个怎么样哪个地方漏水 结果自来水公司的长官很快 他很快就到现场派人来探查并处理 为了有效降低基隆漏水率 除了加速执行 太换老旧管线等降漏计划外 水公司方面特别利用基隆市临时性停水发布平台群组 鼓励里长等人透过平台通报漏水 借此加快找到漏水点迅速止漏 半年来全市通报件数达116件 在我们基隆市我们有建立一个基隆市临时停水发布群组这个平台 现在目前我们的组员有将近260人 所以每天这个很热闹每天都有在通报说哪里有漏水 哪里是水压比较低 那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及时回应及时处理 所以这个会缩短很多这个修漏的时间了 就让漏水的这个漏水量会减少 因为毕竟我们在基隆市的这个水源也是弥足珍贵 那尤其在干旱的时候我们就甚至会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漏水都找回来 那让大家能够有充分充足的这个水资源可以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希望那个鼓励我们的市民一起来抓漏 大家当个抓漏高手 另外水公司方面除了从109年到111年 投入8亿元 更新包括东四街八堵路 渊远路南龙路及中船路 降丰街等漏水及阻塞严重的输水干管 也利用疫情警戒期间人车减少的机会 加速台湾基隆庙口人事路等老旧管线 加上委外检测漏水和增涉水压监测设备等方式 来达到有效降漏的目标 希望协助基隆早日摆脱全台漏水网的二名 这个漏水通报平台真的就是要帮助基隆 摆脱这个漏水率全台冠军 我们要请子伟来说 其实在人外区这个也是蛮热闹的 其实我在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我要肯定我们自来水公司的第一去处 它成立这个漏水通报平台 让我们相关的名义代表 还有工程单位都可以马上的知道说 哪边漏水 然后工程单位水公司也马上来派人 这个特别我想这两年第一区处自来水公司 在这个处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非常的积极 那我们庙口这一段呢 其实我们在 大家不要想说我们施工的时候很容易 其实施工的时候非常困难 因为你在换干管的时候 很多资管的这些居民 有可能忽然间会没水 可是我们自来水公司呢 也利用这个通报平台 先掌握说 先跑去每一家店家说 我们明天要施工 你明天可以不用备料 你后天会施工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顺序 其实规划了相当的完善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 肯定自来水公司 对 就是谢谢自来水公司 那这个水管之上就是路面了 要带大家来看 基隆祥峰间 因为这个水管老旧 漏水很严重 五月份就结合了中油 要泰换管线 但是军民反映 这个施工期间 其实有很多不便 一块来看看 车辆经过回田路面 上上下下弹跳 不只行车像是碰碰车 路面挖了又扑 扑了又挖 让居民很疑惑 觉得蛮不方便的 而且怎么觉得 它一直在挖 而且我们一直听到噪音 如果是不得已是没关系 只是说为什么不一起 集中把它做 不只路面不平 施工期间噪音扰铃 让里长接获不少 里民投诉 居民讲说 翔丰街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挖又填 原本是说六月底要完工 现在又延 然后这个噪音 灰尘 造成居民都不好 还有你在挖的时候 电话也不通 翔丰街 泰换管线 施工期间 怨声四起 就由市议员张浩� 邀请了水公司会刊 最主要是在近期 非常多的民众来反映 因为施工 造成道路的一个 崎岖不平 另外还有包含了 电信收讯 可能有中断 还有部分停水 还有噪音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礼拜天呢 那整个工程 大概会 翔丰街加油站 在立的路口 会进行收尾 然后进行整体的 道路的一个跑坡 这一件工程来讲 我们很难得 就是跟中油 自来水 一起搭配 共同来执行 那在过程中 另外也给这个电信 也一起配合来做 因为相互之间 但是整体的配合 对包括时间 这个工序 这个一个调整上 会比较长 也比较困难 这个但是总是为了 后面整体的这个 整体安全性的考量 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不过从立的路到海关宿舍 因为要避开湘涵 施工难度高 预计要10个工作天 强公街立德街街口 一直到中油加油站这一段 我们会先行 来做全面性的跑坡 那后续的话 因为在这个海关宿舍前面 这个经过湘涵 那施工上比较困难 再加上要配合中油 一些断流的 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程序问题 所以大概我们预估 10个工作天 可以看得到 现在过去就是因为管线 有部分的一个浅埋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看 只要简单的一个湿挖的时候 就会看到油管 其实离我们的地面 其实非常的一个近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 只要下面的油管经过 非常多的一个车辆 压压 就是它重量压上去的时候 很容易就导致油管的一个破裂 造成我们道路的一个下陷 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呢 也把所有在下面 原本呢 它位置 状态不适当的这些的管路呢 同样的一个做一个整并 一个做一个整并 祥丰街是通往海滨地区的重要道路 居民等了好久 老旧管线终于要更换 哇可以看到我们的祥丰街 整个大整合 可以看到以后路面就是非常完整 已经好了吗 对不对 对我们要请浩涵来跟我们说 其实这一段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的 浩涵 其实跟各位市民朋友来分享一件事情 其实祥丰街对于我们管线泰化来讲 我相信是一个在基隆市目前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计划 其实早在浩涵上任 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 就有听闻自在水公司 要做祥丰街整个泰管的一个工程 那我想住在中阵区的居民 大家都了解 其实祥丰街路面的状况真的非常的糟糕 所以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这个工程进来了之后 能够来改善 祥丰街的水的问题以外 更重要是路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早期 因为基隆市早期发展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管线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布设完成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好 我们都在这一 我以祥丰街这个工程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所有的单位都知道说 我在这一条路下方有管路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我的管路 到底埋了多深 所以在图资的系统非常不明确的状况下 祥丰街的工程从2018年底到2019年就已经要进行 但是一直到次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它上面还有中油的油管 所以导致整个工程一直从2019到2020 一直到今年才开始来做一个施工 所以其实也很明确来发现说 其实我们在基隆的所谓的道路下面的管线图资 其实有蛮不明确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刚好趁着这个祥丰街改正的工程 我们邀请了一个各个单位 包含了所谓的电信 甚至还有在 祥丰街还有军方的营区的管线的问题 还有中油自来水 还有我们台电 我们同样的做一个协调的一个会议 但是这协调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今天自来水公司它虽然说在这个年度有编列预算 可是其他的管路单位它不一定会有 所以你要统整到说所有的管线单位都一并把这个预算 纳到所谓的计划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祥丰街的一个泰管的工程 其实我相信也希望说在未来不管是由市府主导的一个工程 还是由管线单位主导的工程 应该要把所有的管路的这个问题一并来做一个处理 建立一个完整的图资 在未来如果一旦道路有发生问题 或者是管线发生问题的时候 才能迅速的来把问题抓住 然后把它解决 所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这一次的 也因为疫情的琐事 因为祥丰街在平常的时候 其实是通学通勤非常重要的道路 在假日的时候也是我们往八楼子 往和平岛这些观光区域重要的一个 连外的一个道路 所以刚好也藉由这一次疫情的影响 所以导致人流减少 所以在施工上面才能有如此顺利的一个骑程 所以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非常多的市民 在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容忍 那我们也会持续来监督说 在路面的现在回铺的一个状况 的整体的警醒 其实在中央行政院也非常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也派了工程委员会的专门委员 来视察我们道路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 我们处理了水 也处理了大家民怨已久的道路问题 对水还有道路问题 其实大家是最关心的 那其实像这样的重要道路 我们在市中区我们的仁爱区其实很多 像子伟还有带照片又带大家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大德桥 要请子伟来跟大家说故事 大德桥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服务处位在委托行 委托行对面是文安里 文安里跟明德里的重要通行干道就是大德桥 我们在地的居民很多长者其实都走这边 那大德桥其实大家看到现在挖开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以为是我们公务处 因为那居民有抱怨说怎么好像有路很不平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邀请公务处 跟区公所来会刊来研商 把这个桥面做整理 然后路面铺平 因为你看这个道路其实很坑坑洞洞 其实很糟糕 尤其就很多长者在走 然后后来挖开了以后发现说是自来水公司漏水 所以造成里面已经有一点下陷的可能性 反正路就路面的状况很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天自来水公司还正在抢修 要把这个水管来 这个水管跟庙口的水管一样一模一样 都是民国67年埋设的 我们挖开以后才发现 所以我们市中心有很多相关的问题 就是水管过于老旧 然后过去的材质跟现在的材质又不太一样 过去它的材质还用焊接的 所以在转弯出的时候容易破损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 然后我们又是丘陵地形 然后我们这种市中心又很早期就开发 所以水管其实过去又没有都市计划的概念 所以从头到尾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过去是瓦斯你要装的时候来挖路 然后你弄瓦斯 你弄自来水 你弄台电 各个单位都在自己挖自己的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做一个平台 让所有的维修 像我们这个大德桥的工程 发现问题所有单位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努力 最后把桥铺回去 路面铺回去以后 完整的还给我们市民一个良好的空间 并且不会一挖再挖 是 不会一挖再挖 其实就是利用防疫期间 这一段时间人比较少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南龙路 南龙路也有准备一张照片 要请子伟来分析一下 南龙路其实也有很多的工程地下路不平的问题 其实大家市民可能有看到说其实我们整个市中心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工区 我们都利用疫情的期间在通行车辆稍微少一点的过程中 我们赶快来做这个 南龙路六四项 大家这样看照片不知道看得出来 在山坑车站前面 其实这个是南龙路跟山坑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道 早上跟下午的通行时间 其实这条路虽然非常小 可是通行量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要抢着去搭火车开车骑车都会经过这里 当然还有其他的周边空间 但是我们本来这条路我们一直希望说可以用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变更 可是这个因为搭配到未来的捷运设计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大概还有十年的问题 可是在这十年中间我们必须先帮市民朋友解决这个路面高低落差的问题 因为它的水沟跟路面其实落差至少有十公分 所以骑摩托车的人非常危险 老人家也行走不便 然后开车的人其实一路又小 然后又在那边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我想住在仁爱区山坑周边九个里的民众 对这条路都应该非常有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疫情的期间 那我们去年在议会就有提出来 所以正式有编列预算 只是在抓那个什么时间来施工会比较恰当 那我们就跟庙口一样利用这个时间 赶快把水沟挖开重做 所以那个整个地平然后水沟做完以后 我们还有检讨自来水公司的问题 然后包括电力公司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后面大概再过一个礼拜 然后路六十四项就可以来完工 给大家一个平整的道路 所以不管老人家还是学生 通勤时间都可以相对安全一点 是 而一样利用这样的疫情期间 把路整平的还有我们的校三路 还有校相咖 要请子伟来给大家看看 校三路是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照片 校三路这条路其实大家市民朋友都知道说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美食商圈 校三路你从早上6点吃到晚上12点都没有问题 早餐 中餐 晚餐 宵夜 校三路都可以解决 那它也是一个非常 我们这几年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 创生的一个重要场域 但是校三路这条路呢 它有十年 长十年都没有铺过路 因为也是找不到机会跟空间 然后因为我们周边又旁边校四路就是基隆车站南站 所以我们这条路的机车停车阁的问题 也非常的 複杂 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利用机会也是争取 我们这条路大概八月才会跑铺 校三路八月会重新跑铺 然后会把停车阁筹划 停车阁总共会增加三十几格 也大概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机车停车阁 然后我们包含巷道的停车阁会列在下一波来处理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照片这个收费 路边的收费停车亭 管理员的停车亭 因为这个占用到马路的一部分 所以长期也是周边停满机车 然后市民朋友也是抱怨 这个照片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停车收费停其实已经撤除了 我们在这个月就已经撤除了 那这是校将卡的停车阁 校将卡也是 因为我们市中心长期就是会有机车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次在自来水铺 换完管线以后马路重铺 我们也把机车停车阁好好的来规划 与其乱停不如把停车阁画好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大家能不能停 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把停车阁画好 大家用整齐按照规矩 有顺序的停 这样未来疫情过后 大家出来逛街买东西或是通行 视觉上面就会比较清楚 也比较干净 回过头来找也才找得到 我们都找不到 对 其实像这样子道路平铺的 要带大家来看还有我们的一二路 浩瀚在这方面也琢磨了很深很久 我想在市民朋友应该都会知道说 在这一次在市区的整个道路改善当中 其实一二路也是我们纳维重要的一个 指标道路之一 我想一二路其实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开始做一个形象商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 所以在地面的时候 其实全部改为由原本的我们的AC路面 它改成所谓的高压砖铺设的一个形式 但是因为高压砖它其实下面的底部的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建置完成 建置非常的完善的话 其实在车辆的长时间的行经过程当中 它就会导致所谓的高压砖有破裂 导致所谓的路面整体的一个破损 所以其实在近十年 我相信在大概一二路的整个道路状况 其实在近十年当中 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来反映说 怎么好像骑摩托车经过一二路 好像在骑马一样 跳动跳来跳去其实非常的一个不方便 甚至还有被我说是 像我们的避震器杀手的一条道路 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我在上任之后 其实也跟市府来讨论说 一二路的路面到底要 怎么样来做整体的一个整理 其实刚好一二路路面 其实也配合了蛮多的一个契机 包含了其实像我们市府 在我们的旧的二分局 就是一二路上的旧二分局 目前正在做所谓的 景观树梯的一个工程 也搭配着刚好我们的 在游轮旅客的东岸的旅运码头 市府的整体的长久的思考 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地方 能够重新做整个商圈 甚至是地方创生的一个 再造的一个场域 所以刚好也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我们在吉利的 跟在议会跟市府争取 所以在去年也编足了预算 来做整个一二路 整个商圈的道路的一个改善 所以其实在六月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二路整体的路面 已经刨铺完成 在现在的市民 大家骑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我们的路 非常的一个平 甚至其实我们另外 还有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为了还是希望说 它以商圈的形式存在的时候 我们包含了一些的 基本的一个灯具 甚至在灯光上面的一个整体的设施 我们都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在夜间 经过一二六的时候 它不像以前这样的一个昏暗 那路的整个平整度也可以完整 那我相信未来搭配了 所谓的树梯的 这整体的发展了之后 也会重新的来带动 整个哨船投地区的 一个新的一个发展 那藉由商圈跟地方创生的 一个媒合及配合 我相信整个市区 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变 是 像这样子入屏 然后灯垢量 让大家行得非常安全的 其实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麦金路示范道路 车流量大且住宅区密集的 金融市安乐区麦金路 在去年底完成示范道路工程 改善重点包括道路铺面 及冷孔盖下地等 其中冷孔盖从原有的284座 减少到景深民生必需的8座 下地率达97.2% 也让整个道路平卵度指标 比原本大降近一半 由于一般施工后的验寿规范 我们会透过道路高层的重新调整 然后人手孔的降买 因为骑机车大概最有感 就是人手孔太多 大概平整度不好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 把非民生必需可以降买的部分 做全面性的降买 道路标线防滑系数跟比照六都 有效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我们也比照六都的标准 针对标线的防滑系数做一个提升 现行的标准是45 我们已经提升到跟六都的标准一样 过到65 人行环境方面则包括人行道拓宽 断点串联 及无障碍空间设置 还有公车艇与公车停靠区辟件等 选择以人为本 采立体方式进行改善 路其实是以人的环境在考量 虽然车子在走 人在车子里面也会感觉到很跳动 所以不管从地下的公共管沟 到地面上的人孔盖 到天空的蜘蛛网 也就是很多的电线 这一系列的是立体的去做相关的改善 加上人的行走 旁边的人行道 所谓的无障碍 人行道的宽度 行走的方便安全 这都是我们在四万道路里面 所去做重点的改善 让这一个的效果能够一一的呈现 能够一一的呈现 接下来包括过港路正在规划设计中 明德二路及光明路则争取规划设计案 所以这个麦金路其实我平常在走也很有感 真的变得非常平 刚才有说到284个人行孔盖 它剩下只有8座 我们要请我们的知好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麦金路的示范道路 它整合了很多的单位 没有错 就是有关于麦金路的示范道路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算是我们近年来可以看到 真的是在安乐区 大家最有感的一个市政建设 尤其是因为在安乐区最主要的干道 基金安乐 然后再来就是麦金 所以说麦金路其实又很长 它在只要是上下班的时间 它几乎是车水马龙 是非常非常密集 交通的车辆的往来是非常的庸涩的 也因此你有大量的车流 你自然就会对于道路 也会有大量的毁损 损毁 所以说当我们就像我们前面在讲的 如果有水或者是任何底下的管线 有任何的浅埋的问题 或者是有任何底下出入任何状况的话 你就会直接在路面上面 感受到它的不论是破损 或者是它的凹凸的不平 或者是它的甚至出现一些坑洞的问题 都会一直常看到 大概我们在看到 麦金路当作为一个示范道路 其实当市政府要说 它要做示范道路的时候 这示范道路计划其实就是 基隆有非常非常多不OK的路 市政府手上的资源有限 能够做的当然就是在每一年度 在一个区里面找一个主要的干道 来以示范道路的各单位的整合 包括用中央的经费 来把一条又一条的主要的干道把它修好 刚好我们轮到了在安乐区的时候 选到的就是我们的麦金路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整个麦金路 不是只是路面的平整 不是只是这个刚才所讲的 人孔盖的下埋而已 还包括了这个麦金路的左右两侧的 这个人行道 我相信小军也是也常常走 一定很非常的清楚 就是从这个包括我们安乐亲子馆的前面 或者是一直到我们的长庚医院的 这个周边的商圈等等 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一路一直到我记得是志强桥头那个地方 这个人行道才做一个终结 那比较美中不足的倒是说 在这个我们麦金路的这个 过了这个应该是乐立三街的那里以后 就是比较靠近这个 靠近寄近一路的这一端 因为这个周边相关的土地比较多 就比较不是公有的土地 它就比较多一些是私人的产权的这些地方 所以说你看到原本麦金路的 最前面这一端的 包括人行道 包括人孔盖 包括各式各样的这些 这个示范道路所应该有的 到了比较后段一点就会出 你就看到 就没了 打了一些折扣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这样子的示范道路 让大家走起来 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说 如果说我们大家一起配合 能够把一个公共的空间 把它真的大家一起把它促成的时候 把所有的管线的单位 把所有的工程的单位 甚至包括这个人行道还有旁边还有 甚至还有植栽 这些植栽全部通通都是 在一个很好的高度的整合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相当高品质的一个道路 那我相信越多的市民感受到 这样子的公共空间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生活环境 都是更好的投资的时候 我相信未来我们看到一些 不论是当公共建设遇到了 私人产权出现的争议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会知道说 如果我们好好的配合出 做出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 其实对我们整体 对公部门也好 对私人也好 对甚至是地主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多方的一个 多赢的一个局面 可以感受得到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提升我们的生活环境 因为有民众跟我反映 其实麦青路他其实很感动的是 人行道整个铺好 所以他可以从头高速公路下来 那个头开始走到那个 而且是无障害空间 对而且无障害 他们都推婴儿车是非常方便的 像这样道路空间 在我们疫情期间 如果人少的话 其实戴口罩去走一走 真的是蛮好的 就要说到我们的防疫新生活 我们要先请浩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防疫待在家 都常常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从5月中开始 做三级的一个警戒 我相信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其实在不管是在平日 可能是分流上班 或者是在假日的时间 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部分都待在家里 其实像我们民意代表也是一样 在行程减少 甚至是说我们也尽量 我们怕我们也成为一个 是 一个防疫的一个破口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我大概都是待在家中 然后其实刚好也趁着这个时间 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也可以趁这个时间 多多陪陪家人 其实不管是我们在各行各业的一个工作 平时对于家人的一个陪伴 我相信本来时间就不会那么充足 那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也训练自己的一个厨艺 其实所以我在家 在每个假日我都在思考说 现在的菜单到底要煮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煮久了之后 都会遇到一个困扰 因为以前可能在家中待的时间 没有那么长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思考说 有什么菜单可以来做调整 或者说就我们像我自己 我就开始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料理给他们来吃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彼此之间 在家人中增进感情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间 是 增加家人的情感 这是真的很棒的一个方式 那梓伟呢 梓伟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防疫期间 三级警戒的期间 其实虽然说不用跑 很多一般的应酬行程 或是公务行程或是公计 然后相对来说 感觉起来体力上好像会轻松一点 其实没有 陈情案更多 其实陈情案比在非疫情期间 还更多 因为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纾困案 民众一定会打电话来问 所以很多阿公阿嬷 其实我在疫情期间 其实跟家人相处的 不是最多的 还是跟电话相处的是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嬷的电话 还有我们社区居民消毒 尤其我是在仁爱市场 我的住家在仁爱市场 所以我们仁爱市场 成功市场的消毒 当初有确诊者的足迹的时候 甚至笑三路 其实都非常的紧张 尤其我们市中心 在上个月的时候 其实蛮紧绷的压力 所以我们中间的细节连结 各种问题 包含卫生局 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的一些协助 所以我们疫情期间说真的 电话量还蛮多的 不过我们办公室还是做了一些 主视觉的改变 利用疫情的期间 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都看得到吗 我们把这个主视觉 利用这个机会 都做了一个重新的设计 跟因为平常其实 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拍照 因为人很多嘛 人很多 所以现在有机会 最重要是服务处一般 通常都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泡茶的喝茶喝咖啡的人 蛮多的民众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把主视觉一并更新 接下来大概也不用再担心这个问题 是 志豪呢 志豪有没有做一些事 其实也是一样 我跟职位议员蛮像 就是其实我在疫情期间 我们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最主要当然就是说 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我们在做对于民众的服务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的话 你最常见的就是 相关的纾困的一些问题 疑问 或者是说我自己会常接到很多 有关于这个志气本身已经确诊 或者是他是确诊的家人 他们在相关在隔离 或是在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有效地帮他们解决 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些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手机 或是电话就能够解决 他所面临的问题 那这就会 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个两难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帮他们解决 但是又能够清楚地让他们知道 事情该怎么做 或是我们怎么样地帮他把事情把它完成 也因此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其实我们所接触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要认真地 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的话 其实并不亚于任何一个 我们包括市场 或者是我们这些摊商 所会接触到的人 所以说就是说真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为难 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地去 让民众继续地得到 来接受到我们的服务 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确保自己 不要成为这个防疫的破口 那有关于防疫的生活 我自己来说大概就是 我比较早到一些时间可以 自己坐下来念书 所以我就把我这个 过去一直想要读的几个 基本书我就把它买来 就像是最近在看的就是 刘仲敬的这个书 我就把它全套 他所有的出版过的书 我全部都买回家 然后就全部整天呆在家里 宅在家里读他的书这样子 哇塞 这真的还蛮酷的 就变成好学生了 读书 但是呢 我相信三位义座 其实都电话不离声 接下来就要带大家 因为大家其实在疫情期间 民生问题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我们要先带大家 带大家来看一看 子伟呢 他在我们的市议会 其实针对了一些盲点 提出了建议 快来看看 谢谢议长 我想针对我们这一次 市政府的这个防疫作为跟表现 先表达肯定 然后也跟大家说辛苦了 那我们各单位 包含我们的临时人员 到各个单位去支援 包含我们在市场的这个作为 我想市场的作为 我们金融市是属于 相对来说是非常表现 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现在目前为止 也有效的控制住我们疫情 在大台北夹几之下 我们基隆可以有效 还可以看到加龄这个数字 我想是值得给予肯定 但是我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我们卫生局的这个 防疫表现 卫生局的防疫表现 从去年到今年 去年就有一次的经验 我想到今年 我们疫情爆发那么严重的时候 卫生局的工作显然 没有完全的准备好 领导上面应该是有 相对一定的问题 我们疾管科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 到凌晨三点钟 都还有民众接到电话说 是否需要隔离 凌晨三点钟代表什么事情 第一个代表我们 疾管科非常的辛苦 到凌晨三点还在工作 为什么我可以证实这个事情 因为被接到电话的人 是我同学的妈妈 第二个问题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分配工作 是不是有点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卫生局 整体整合在一起 让所有的工作同仁 有效的分配我们的时间 不然机管科被超时 那工作联络也不好 因为民众也不高兴 三点打电话给我说 这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 三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时间 我看不懂 第二个 我们今天仁爱市场副业 我昨天收到仁爱市场的消息说 我们没有发与阴性证明 然后经过我联络 卫生局的回复是 我们现在去CDC来拿表格 今天副业昨天去拿表格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卫生局长 你要看看你旁边这些神队友 我们所有的局处都多么的努力跟认真 我们的养护之家 社会处有多么辛苦 我们的黄秘书长 是你的联络官 找不到卫生局的时候 都打电话给黄秘书长 说你是无总机 所以打电话都要问机管科科长 才有答案 机管科科长现在有多忙 他要负责我们全市的防疫工作 还要联络这个事情在工作分配上 我认为卫生局要好好的检讨 我们市场 不管滩家跟店家都必须打疫苗 这个工作已经做好了没有 还有我们养护之家的问题 时间有点不太够 养护之家我想卫生局 在联络救护车的部分 都时间耽搁了一点 以上 你真的可以看到 子伟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我们来跟 应该观众朋友或是小军 还是我们同事 应该很少看到我那么生气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们卫生局确实有很多地方 需要被监讨 那我所谓的 为什么我生气 其实是因为 其实我们去年就有一波疫情 当然去年跟今年不能相比 可是理论上 在我们大家的认知中 应该卫生局的组织架构分配工作的 各种问题 应该都会有模拟过 就像我们金融市政府 市长带领的各局处 遇到我们这么 庞大的压力的疫情问题 各局处是不是分配工作 谁哪个科室 哪个局处负责什么东西 大家一起努力团结抗议 当然你卫生局有核心的业务 是核心的科室要来负责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身为一个领导者 你要好好的协调跟分配 我们大家 比如说哪个科室可以进来协助 像联系这种工作 你一样丢给疾管科 疾管科做到三 我的意思 我其实刚刚那个影片 我不是要怪说同仁三点还在工作 我的意思是劳益分配不均 你时间拖太长 然后也做不好事情 因为三点钟民众接到电话 他会怀疑是诈骗电话 我同学打电话给我说 我妈怀疑是诈骗电话 那我三点打电话去局长 你会接电话吗 我的意思 我觉得整个分配工作上面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然后包括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市场打疫苗的问题 市场是一个非常难管理的一个单位 你要打疫苗 然后譬如说他们隔天要开业 我们政府已经宣布说 你要发 你要有阴性证明 因为他们要拿着阴性证明 才可以到上游去批货 结果 很多市场 因为我就住在市场 所以我只要出门就会遇到陈晴 然后大家就跟我讲说 诶 哪里都没证明 我就打电话去卫生局 问 卫生局说我们现在在前往拿表格的路上 你会不会火大 所以我那一天 非常生气在申请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开业 你昨天去拿表格 所以他们今天不能开 因为他们没有批货啊 我觉得这很多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这都是 因为那天时间还有今天时间的关系 这都只是我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说 我们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检讨 当然我们金融市政府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们在防疫的这个成绩上面 以我们大台北地区来说 我们表现得非常好 不是我们人口数少的问题 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各个单位的规划跟配套 像我们市场管理 产发出就表现得很好啊 你怎么样有效的控制我们这些婆婆妈妈 还是民众进去市场还有分流的问题 其实大家想起来是很复杂 光打疫苗你要怎么拿名单 光打疫苗你有摊伤流动摊贩 有店家怎么处理 所以其实我们金融市政府 大体上大体上来说 我把规源很多类 就是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细节要检讨 但是尤其卫生局 我想这个必须深刻的检讨 尤其在我们未来这个时代 后疫情时代也一样 病毒它并不可能完全消失在我们全世界的人民当中 所以我们未来还是要好好的来整合跟规划我们相关的配套 才有可能让我们的防疫新生活 才有可能有机会脱下口罩 用你的微笑面对你的朋友 是 这是防疫新生活 我们要请浩瀚来分享一下 其实在议会也提出了很多房间 那其实在这一次金融市的防疫工作当中 其实除了要检讨以外 那我们很多的相关的措施 其实也要给市场 市府给予高度的一个肯定 当然其实我们的市场的管制分流措施 还有我们的一个双照一套的相关的一个政策 其实在我们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成功的状态之下 也让我们全国以这个为效仿的一个对象 来进行整个政策的一个调整 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的内容 我相信也必须要来积极的一个注意 那其实我相信最近的家长 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就是9月1号 我们到底能不能顺利的一个开学 那虽然其实我们在疫苗的量能上面 其实已经慢慢的一个补足 那甚至在据媒体的一个说法 那据我们卫福部的一个中央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们在9月有可能会有BNT的 相关的疫苗会进来 那我们以学生为最主要的一个施打对象 但是呢其实在9月1号我们开学之后 学校最大的一个群聚问题 其实我们在老师的这个阶段 我们会在开学前两周把它完成 但是学生他其实还是没有疫苗的一个保护 但是学生染疫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就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家庭 那也现在疫苗的一个施打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在中年凌晨的这些家长们 其实他现在可能在预约的系统上面 他可能会有部分来做接种 但是我相信在现在的一个 接种的一个速率的时间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还有可能没有办法接种得到 所以我们很害怕的是说 借由家庭的一个群聚的感染 会不会让学校成为另外一个新的防疫的一个破口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议会我也要求 是否应该针对于这个部分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讨论 因为毕竟距离开学大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把所谓的细节内部来讨论的一个清楚 避免后续的状况发生 其实像我自己大概有了解到 基于我们有许多的一个国家 他们其实在开学 他们还是一样正常的恢复教学的这个过程 但是在教育的这个过程 他们可能是在每周或者是双周 进行一次的一个快篩的一个机制 让学生他在快篩为阴性的状况之下 他才可以进到所谓的校园的内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可能在台湾整个或者是在基隆 未来在面临9月1号开学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可以采用类似或者相同的一个机制 来确保学校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防疫的破口的一个对象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也要再一次的肯定是否在这一段期间 对于高龄长者接种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想在台北市他其实对高龄长者的施打的方式就是用手机 来做网络线上的一个预约 但是基隆市其实虽然说我们的做法比较像是土法链钢 用一个通知弹的模式来通知每一位长者 来到我们固定的一个施打场域来做施打 但是其实这也保障了每一位长者 他对于疫苗施打的一个权利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长者可能他不常用手机 甚至他不看新闻媒体一旦没有人去接触他 甚至他家中没有指示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要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接种完所谓的65岁以上的第一剂 我们也期待说未来市府 如果现在我们的疫苗系统持续进行 但是在未来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第二剂的这些高龄长者的部分 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模式来保障每一位长者施打的一个权利 避免说有些长者真的因为资讯的一个不对等 导致他没有办法来顺利来接种 可能他还成为另外一个防疫 可能会被感染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觉得在市府在未来规划这部分的时候 我相信也希望以这个方向为主 所以就是要把所有的资讯混合在一起 我们要看看资好好在意味上对市府提出的建议 新冠肺炎的专区 这个网页其实里当应该是我们整个基隆市 所有相关疫情的资料综合呈现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其实我们整个市政府的资讯完全没有整合 每天市长在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之后所有相关的资讯 包括我们的疫苗注射的时间地点 每天这个基隆市最新的这个疫情的政策 相关的这些应变 那他就示善在不论是市长的脸书 或者是市政府的不同局处的脸书的页面 这些资讯如果没有办法整合在 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专区的 这个网页上面的话 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开这个网页要干嘛 市长的资讯很新 但是我们新冠肺炎专区的网页的这个资讯 没有跟上 张志豪议员提到那个网路专区 就是COVID-19的这个专区 谢谢你的提醒 我想这部分我会请我们相关单位来加强 那资讯一定必须要是即时的 那这个市政府这边 我们资讯没有办法 没有做到即时的部分 我们会来改进跟检讨 我也会请米务长这边 每天来进行督导 这部分做得不好的地方 也跟各位益作来致歉 我们会来改进 统合资讯真的是非常重 邀请志豪来跟大家分享 好跟大家再重新解释一次就是这样 市长底下好几个局处 这些局处各自要去处理很多疫情相关的事情 然后呢这些局处处理好以后 把它回报给市长 市长每天记者会公布这件事 但是讲完了之后 这些资讯会跑哪去呢 回到各个局处去 所以回到各个局处去 所以我想要知道产发出的事情 我要看产发出的网页 我如果想要知道卫生局的事情 要看这边 要看官家处要看那边 那我们市政府就有一个所谓的新冠专区 它这个专区理当就是这些资讯 通通都要整合在这边 但是这个资讯的整合 并没有跟得上市长的脚步 所以市长每天告诉大家最新的资讯 各个局处各个厂各个领域都有 但是偏偏当市民事后要再回去看的时候 就东西又散掉 所以说其实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东西要做得很好 但是在资讯更新这方面 确定希望能够更新整合 让我们的市民一时到高 一时没有看到的话 当他要回去要去知道 我们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什么 开学的情形是什么 疫苗注册的状况是什么的时候 他都可以回归到这一个 资讯总统合的网页上面 能够一目了然 这个是我在意的点 是就是要统合资讯最后30秒之位 我想我们接下来后疫情时代 我们在疫情现在无间趋缓的时刻 我还是要请大家有疫苗就去打 如果轮到你的时候赶快去打 接下来我们会政府一定会努力的扩大内需等等 接下来会在经济面做努力 包含我还是要跟政府呼吁 我们的公司有市场都必须打疫苗 是 浩翰 那其实我们都一直提到 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疫情这个病毒它是无形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 我们各个的市民朋友 真的疫苗虽然说它有不一样的接种的种类 但是我尽量如果在自己身体状况可以的话 还是避免所谓的疫苗挑选的这个状况 能够打就尽量打 那另外其实我们针对于个人的防疫工作 其实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在时时刻刻做好自己的这一些防疫的工作 其实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 最重要是保护自己的家人 是 就是要好好保护大家 大家一定要平安健康 今天分享谢谢三位异作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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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政署欢欣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随大主帮 来 吴迪 走 小心要小心 一年轻 妈 妈 我要走了 妈 哥 你赶快找电话啦 在1966的协助 从妇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赶快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囉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其实啊